本集 哀悉 小鳍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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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t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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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作词 作词 作曲 赞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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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作词 制作词 作词 作曲 制作词 作词 作曲 和声 和声 作曲 作曲 和声 作曲 作词 作曲 作词 作曲 和声 作词 作曲 作词 作曲 制作词 무엇 大家好我是吵面女est杏 今天来简单快速介绍一下台版这次要上的湘艇火动 首先湘艇火动要建造的有四艘 兩金一紙一籃 那剩下的船呢 基本上就是活動要送的 那這次一定要建造的船 只有這個巴爾蒂摩 巴爾蒂摩在火力上面 其實可以到不錯的一個輸出 主砲加一嘛 再來他跟美國這個航母組隊的話 可以Buff美國航母的一個輸出 比如說你前面有抽到艾塞克斯啊 香格里拉 這些你帶他跟他一起組隊的話 才可以起到一個不錯的作用 就算他不跟美國航母組隊 他自己也會有額外的一個 迴避 無力牺牲 其實他的泛用性還蠻高的 而且自身的對空值也很高 對空效率很好 所以常常備用來打13張的BOSS 輸出高 防空高 就可以拐航母 基本上他還蠻泛用的 剩下的船 你說阿拉巴馬 阿拉巴馬大概就是跟 華盛頓的一個上位版 他在道中的表現確實不錯 不過上面後面還有更強的船 所以基本上到後來也不太會用到他 那這個博明漢呢 基本上是一個坦型的客跌 所以比較坦的客跌 那基本上前面你練了很多客跌啊 然後還有什麼哥倫比亞 所以博明漢你可能後來也用不太到他 因為客跌級就怎樣 前排能用的客跌級就已經佔滿很多了 那博明漢你也可以說不用特別為了他去見到 除非你很想要 再加八單這個輕行 輕行屬於輸出型的一個輕行 可是輕行的這個使用效率 使用幅度就不是那麼高 因為輸出不會大於正行 那輕行的目的剩下都是拿來輔助 除了補血的UNICON 再來就是另外一個半人馬 所以這個輕行八單 雖然有不錯的一個輸出 但是後來他的泛用度就不是這麼高了 所以這隻你只要把這個巴拉蒂摩建好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搜手 留資源給後面的這個 義大利活動建造可威還有渣啦 這個應該是最大的獎才對 好我們來講一下這次活動的內容 這次活動地圖呢 已經開始出現這個潛水艇的精英了 不過也不用怕 前些日子那個潛水艇的反潛機制已經改過了 那你現在不用帶聲納也可以打 不過還是需要帶這個生水炸彈 那前面也有送一個刺蝟彈 那個刺蝟彈你的傷害很強 那你就帶好你的驅逐 你的輕群 裝備這個生水炸彈去炸 應該不是問題才對 另外一個這個地圖呢 額外的機制就是守護家園 守護家園可以賺到額外的這個點數 那對你打點數的這個效率其實還不錯 那這個敵人呢 會不斷的重生一直往你家去撞 只要我們能夠成功守護住我們的家園 不要大破的話 會可以獲得額外的一個點數 所以這次會考驗到說 我們守護家園 並且額外還要去打他們的BOSS 所以這邊的這個周回呢 其實還蠻有下棋的概念 所以每一步你都要謹慎好 考慮好 好接著我們來講一下這個SP的打法 SP呢很痛 基本上你要打得贏12張的人 才可以打得贏這個SP 因為等級很高嘛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上好上滿 真的建議你全部上好上滿 不要想說有省油的一個想法 基本上SP呢也是守崗的一個模式 那這個點數呢 就是看我們港口的耐久度來各移了 最高就是800點 等於說被打兩次800點 那之後呢就是以此類對递解 所以我們最多只能被打兩次 好那SP裡面呢主要有兩個生存點 那這兩個生存點你可以各打兩次 打完兩次他就直接爆掉 所以我們總共要打四戰 所以最少我們打四戰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獲得這個勝利 所以我們目標是要直接把這兩個生存所給打爆 好那如何攻略這SP呢 這SP攻略的方法就是移動的部署 基本上你滿邊的這個成員隊伍呢 至少一定要走三步 才能達到我們接下來的攻略守則 好如果你整個隊伍走不到三格或三格以上的話呢 可能就是你的團隊行數不夠 那你可能要考慮多編一些驅逐 因為驅逐基本行數很高 所以會增加團隊的這個平均行數 再來你也可以考慮多上一點這個鍋爐 可以增加基礎的行數 那如果你想要詳細了解這個行數與格數的這個機制的話 那我有另外一篇影片有做詳細的介紹 那你可以去那邊看 首先模式一呢就是我們左上沒有出兵 右下也沒有出兵 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用模式一的走法來攻略這個地圖 好再來是模式二 模式二就是左上多了一艘船 右下沒有敵人 那這個走法呢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要稍微繞一點遠路 基本上走法也是類似的 好那模式三呢就是右下角出現了敵方敵人 那這樣子我們就非得跟他一戰不可 所以我們的走法呢就會少一步 所以我們沒辦法達成減兩命然後拿到八百點 除非你有把握把你的整個艦隊走到四格 這樣我們才可以追上一步 那基本上要調製這個速度呢 需要很多的一個調整 那詳細的在行數那篇影片裡面有講 如果你不想那麼麻煩的話 那你直接刷掉 刷出模式一或模式二的話 應該是比較輕鬆可以走的 模式三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放棄重刷了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鄉庭的一些基本介紹 然後這次的活動沒有特殊打撈的一個裝備 那就看你缺什麼武器就去打撈什麼樣的武器了 好啦那我是草妹牛 有問題的話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囉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